捕狗车往前直行 但紧跟在后的驾驶 却是开得胆战心惊 因为画面放大 注意看 小黑 你怎么挂在外面晃 惊悚的一幕真的快吓坏 停停按喇叭 前方驾驶也没听到 自顾自的继续开 桃园动保处的捕狗车 日前行经中立要送狗 去医院治疗 却被民众目击这一幕 真的好心疼 只疑小黑 现在恐怕已经性命垂危 还好还好 小黑狗本尊还健在 只是身体有点虚弱 需要住院观察 但动保处也赶紧解释 事发原因 在赶往下个地点当中 可能狗是因为太过于紧张 所以才从我们的车的 后面的缝隙这样子 跳脱出来 原来当天巡查任务到一半 宠物龙都满了 又接获民众通报 这只小黑当时摔落水沟 无法脱困 才赶紧先前往救援 而第一时间评估他的身体 有点虚弱 需要先送医治疗 只好用链子绑住后 就放在后方的祸斗 偏偏小黑一时太紧张了 想脱逃 就这样被直击挂在外头 而动保处也强调 未来会加强人员的教育训练 会检视捕狗车的安全性 毕竟小黑本来受困水沟 已经够慌了 又被这一下恐怕需要好好修养 TVBS新闻 桃源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